爱情这个东西是最纯粹的 它是一种纯粹的感受和感觉 你面对这么纯粹的东西的时候 你还要遮遮掩掩 还要谎话连篇 多累呀 放松吧 还爱他吗 问问自己 你还爱他吗 也问问自己 两位好好琢磨一下 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听了老师的点评 和我自己深深的反省 我感觉我自己曾经做了很多错事 不应该欺骗你 那个女同事我以后不再联系 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能再原谅你 我问你付出太多 你一次一次地欺骗我 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 我不会再欺骗你 请你相信我 不可能 咱们没有一次机会了 我是真的爱你 不然我你母亲驱舍的时候 不要再解释了 我不想听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既然你母亲驱舍的时候 我第一天在你身边 我还是希望能跟你天强地球 那你后期为什么 又跟那女同事联系在一起呢 一次一次的 一次行 两次行 第三次的 你再有第三次呢以后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绝对没有第三次了 相信不了 什么事情不能再有再三 相应我次 好吗 不行 我真希望跟你在一起 不希望就这么错过你了 真是那么决绝啊 因为我忍受不了任何人的欺骗 而且他还是我男朋友 我听一句 你忍受不了任何人的欺骗 他骗人 但是不要忘记 你自己才是谎言的开端 在做任何事情 任何选择 跟责备别人的时候 先从自己反省起 永远是正道 我不觉得你们非要在一起不可 但是你们待会做决定的时候 我希望这一次 也许是你们的爱情当中 唯一的一次机会是 你们都不要再有任何谎言的面具 对自己坦诚 你先对自己坦诚 再想想他是不是的信任 如果他谎言连篇 也是从你带起的 面对自己的内心吧 如果爱就出来 如果不爱了 就走吧 好不好 两妹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请关门 进一段广告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 优惠券 领不停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卡 那么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请开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